凤九直到入夜才回转太成功 赵丽叫来浮云要问问白天的情状 谁知正拆着头上的朱钗 便被敦华打了岔 小白 你怎么把我一人扔在家中去了那么久 明明迈步近来时朗月清风 说的话却寒人带对 他边说边气身上前 一手轻浮云并 贴到凤九耳侧 姿态轻逆 旁若无人 侧里一旁的浮云显然道行还不够 手脚都无处安放 仿佛那些惹人遐想的话乃是出自他口 正次局猝不安 眼角瞥见帝君背在身后的手 朝他不着痕迹地挥了挥 小心官吏时如蒙大赦 默默垂头衣礼告退 凤九对镜摘下耳当 朝镜中硬着的人称道 别以为我没瞧见 今日可是又欺负了浮云 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东华不动声色地碰了碰 已在唇边的耳阔 秀发的相迎绕在鼻尖 我怎会欺负他 妇人又冤枉我 没有与镜中人迎来熟悉的目光交汇 凤九手中一顿 宁神盯着东华轮廓分明 却少有血色的脸 眸色暗了暗 妇又抓住他深入发间的手指语调如常 腰又没喝吧 满意地看到他面色一江才继续道 还说我冤枉你 浮云这孩子老实 他可不逼 不会骗人 说得过于顺口 差点提起了那个名字 凤九懊恼地闭了嘴 假作专注地擦着已然残缺的口汁 屋中陡然静了下来 虽则只有一瞬 也叫人无法忽视 东华的手伸到他面前 书门熟路地摸到静联中的陶木书 踮起掌尖沉沉地发书了起来 目尺没入青丝 从发根至发尾一路到底未欲阻障 轻柔而缓慢地摩擦 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 像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 他与崇林长得可像 东华手中动作未停 神态如常地挑起话头 凤九攥着手指从镜中一开视线 比忠林更阴气些 倒是像他那个身为武将的奶奶 说到这里他舒展了眉目 谁能想到 文秀稳重地仲林却找了个爽朗豪迈的女将军当媳妇呢 东华也是一笑 崇林以为他偷偷问哲言拿商药的事是个秘密 凤九忍俊不禁地插嘴 他那是对老凤凰的八卦程度没有深刻的认知 就他那笔小媳妇还小媳妇的瘦气包样 别人还能猜不出来 东华想到什么又说 院部的友谊震重林总说 后悔忙于杂物味跟着我练好功夫 原来是打不过媳妇 凤九想想那场面仍觉有趣 那是 以为谁都跟我这么温柔吗 飞扬的尾因似他艳丽而灵动的美艳 浓烈的情绪随着每一次抬眼 回眸 泻腻 宁地传递过来 直投进心里 东华顿乐顿 柔声道 的确 谁都没有小白温柔 他放下手中的梳子 将人抱进怀里坐到踏上 即便是在黑暗中 他的手依然能准确无误地俯上柔软的脸颊 不用对我这般小心 小白 掌下的每根线条都与他类界 我的确有些感怀 但不用对我这般小心 丛林的事也好 其他事也好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比起回避 我更希望小白自在一些 随意一些 开心一些 东华 凤九的脸被他捧在掌尖 暖人的温度慢上来 叫他有些失神 静挺的眉峰下 湿了光泽 却仍惊心动魄的眸子直直投射过来 带着保茧的手指扶过嘴角 微凉地唇贴了上来 唇珠被他掀起 从温柔舔视到唇齿相依 他被紧紧扣在怀里 双手不自觉地绕上他的颈背 二人的心贴得如此之近 在相连的震颤中 仿佛连跳动都变得同步 长久的交缠让凤九手脚发软 一句未及出口的话 被暂时遗忘在了角落 那么你呢 东华 你也能对我们不知般小心吗 云背下 凤九安心地贴在东华怀里睡得正香 东华小心地捋了捋 披伞在手臂上的绣发 感觉他胶软的身躯 随着呼吸规律的起伏 自己却毫无睡意 寂静长夜里 总有各式欲望争相浮出水面 小白 想再看看小白 别把他从我身边夺走 他们还要一起走得更远 他的小白如此美好 英容举止 一平一笑 遂以鸣克脑海 可他仍在七记全行的记忆 多一些 再多一些 心口传来熟悉的疼痛 那些求而不得的妄念 似佛在他辗转的内心里 贪婪吞噬着骨血 试图重新伸出坚力的执掌 棒 不可 前一次的混沌之息尚未进除 总可因此又引致新的危机 他攥紧拳头克制阴暗处陡然膨胀的吐息 努力将自己从山坛中拉出来 可心魔若真如此不济 他又怎会与之纠缠了数万年 不知是否心跳过于凌乱 凤酒不时地动了动 为了不惊扰熟睡众美人 他压抑着呼吸 连身形都不敢烧动 请客额间以布满细密的汗珠 他思绪游离 原来眼盲的人也会觉得眼前发黑 快速变幻的明暗色快争相推挤 他好似一头栽进了光怪陆离的错乱空间 只觉全身虚软 一粒网未知深渊坠落 白日里那些俯入厅界的小仙 其实并未说错 老而不死是为贼 偷得光阴富流水 他网子虚度了几十万载 到头来谁都救不了 到底有何用 敦话 敦话 凤酒带着哭腔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小手急切地拍打着他的脸颊 声声悲气将他从无边的暗沉中扯了回来 他肺力盛开尖色的眼皮 变了变方向应道 五 小白 嗓音远比想象的阴雅 凤酒心下一松 不由大放悲声 你身上好冷 我听不到你的心跳声 敦话 你吓死我了 汗水浸透的衣衫贴在身上 泛外湿冷 约莫氏发病的狼狈叫凤酒茶结了 他拍拍他颤抖的几倍安抚道 做噩梦了 我不是好好的 你不要诶我 凤酒揪着身下的衣衫 瞧着衫子都湿透了 敦话 你哪里不舒服要告诉我 我也 做了个噩梦 我爱的 他握紧他的手 不让他仔细查看 只是手上的温度到底低了些 凤酒迫着给他换了衣衫被褥 这才盯着他重新入睡 在醒来时 小狐狸正扶在枕边看他 敦话忍不住逗他 怎么 被夫君迷住了 这次他没有历史回应 却将脑袋枕到他肩上 昨日你去第七天可是听到了什么 那些没见识的胡说八道 别放在心上 敦话揉揉他的发顶 又是悠悠告的照 我在妇人心目中竟是那么小气的人 不是小气 凤酒的辩解声从肩头响起 他转过头来 不是小气 敦话 你才不是小气 可你会放心里 你还说我们小心翼 那你呢 你又有什么心结 曾经冥动四海的白凤酒 有一副格外灵动的美眸 年少时爽朗纯彻 清心明媚 后来经了事 又成了青秋女君 眸光转而含蓄内袖 端方大气 但唯有对上最信赖的人时 西向怒骂接随眼波流转 她的爱恨情仇依旧赤裂滚烫 她可以想见此刻她的眸中会流露怎样的胶着 难过与不舍 是了 她总将她当作年少天真的小狐狸 却忘记了在三十万载的岁月里 她的小白也已跨过浪漫自已的少女时代 成了妻子 母亲 成了前辈 壮者 即便如此 在她心里小白始终是那的小白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仍是 凤九还在叙叙与她倾诉 东华 你自在了我才能自在 你开心了我才能开心 所以 你听我的好不好 面前仿佛正有一双明眸哀哀求告 她让她着急担心了 这位时不该 东华紧了紧环住腰身的臂膀 蹭蹭塞边的脑袋道 自然 都听夫人的安排 太禅公少经白地 先灵三十万二千四百岁 虽被教了三十万年少君 可与整个九重天而言 属师已是尊贵长者 尤其自本代天君白免继任以来 与这独以无二的外省交不离梦 白地少君更是被打上了 古功仲臣的印记 于四海八荒面前 坎坎而谈时端的是微风八面 置地有声 对于飞升不久 私利尚浅的先者 只觉少君为人肃目 不苟言笑 停队时天经垂行道还好 但凡少君出言 刀光剑印 拒拒诸心 心下藏私者往往招架不能 此等威势便是等闲见了 也要避之不及的 因而 纵使少君滋容出色 以免不了得了冰驼子的美誉 而对于同辈圣货年长些的人来说 印象中分明 还有十来万年前 那个青年伦厚端雅 笑容和煦的模样 彼时的少君仿佛 更似泰城公地后白凤酒 肖母的水桶中总闪烁笑意 虽作是一板一眼 却远不及如今严苛 言谈之中 长喜说些四海杂言 为人称得上风曲 后来约某时发生了 那件震动六界的大事 少君才变了 从一团暖色 渐渐冷却 同人中的光也生出冷角 似得人心慌 听闻天君私下曾感叹 少君如今与他那尊 神姐夫真是越来越像了 但此事终究少了印证 仅暗暗流传在 各族密不可宣的眼神里 再后来 尊神贵来的消息 只在九重天极少的 知情者中传递 那些不见全貌的仙者 要么对着改天换地的 精便一知半解 要么好了伤疤忘了疼 并不在意这些 掩埋在岁月长河中的过往 弱大的世间 并未激起多少水花来 百多年来 六界之内尚算安稳 百缅天君继任以来陆续用了一批后起之秀 如今朝中青壮派如日中天 对比许多老臣的半隐退状态 不可谓不参差 而其中难免有急功近利 时时想要凸显存在感之辈 今月的朝会边开得不大顺遂 有位着生不久的阎光感念天君之欲之恩 整日架绞尽脑池 要为天庭新王干脑徒弟 这日 他在朝会上起奏 道四海商平 万民喜恶 正是用人之始 只可惜物足之中壁垒重重 还不如人世诸国沟通 着实应该大开方便之门云云 此话倒还有些道理 洪荒时代各族征战 已胜负定乾坤 不然不会有如今的格局 实则从上代天君业华时开始 鬼族秦仓 妖族渺落之势已毙 四海八荒之内已稍稍开了静止 除却各族固有之地外 拎开了贸易交通自由的中央之地 也算在五族联盟的路上跨了一大步 可无论一国一族还是一成一遇 没有一位自由引人屠戮的道理 有公便有手 有宽及有言 此言万事不破 何况五族之中从来不少一心者 不过年轻义气 有时不免天真 白面和白地并不计较 只略对视了一言 此人间店中不少人微微点头表示赞同 顿时来了兴致 话题一转 从简拔克族财俊转到了打破士族门阀上 又从士族门阀说到了破除特权 只见天君当认人为贤而非认人为亲 此事 天君与少君的脸上已不大好看 可尚且能忍 毕竟言官职责所在 哪知有人并不见好就收 更是放出致命一击 道天君虽附有四海 但四海迎接享天君福祉 一样的天才地宝 与其源源不断浪费在 迟暮之人身上 何不投给宏图大展的五族才俊 话到这里亦有些露骨 谁人不知 两人天君对九重天上 得高望重的各位尊神诸多赵福 其中有以一十三天太成功为首 亲历者自当小的 自洪荒赵士 且不提征战六合中东华帝君的赫赫战功 便是最近几次波及四海八荒的大姐 以赖太成功得以化解的并不在少数 纵使天君偏心也偏的理所应当 然岁月悠长 后来之人隔了时光看去 总觉纸上蚊子疏浅 斑驳血泪不复沉痛 于是连历史本身也轻呼起来 热血沸腾的青年 一腔孤勇 以为固止对立只埋腐朽堕落 却不曾细想 如无牺牲何来安稳 如无过去何来今朝 纳言官自以为慷慨陈词 对紫荆座尚窥然不动的身影视入无睹 仿佛也对灵霄宝殿内骤然下降的温度毫无所觉 反倒是周遭一干文臣武将 纷纷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 又有人不着痕迹地退开些许 以免遭迟余之殃 少君白嫡面臣似水 若到此时还听不出此人话中所指之意 他便是虚长了三十万岁 平素他并不爱与人计较这些功果得失 想来父君更是 可自前日听到小仙议论 他觉着有些事你不计较 只会让无知之人灯鼻子上脸 这不就来了 不过这回 有人抢在他前头发话 那人洋洋洒洒一篇文章出口 自觉被非常 言道 小臣人微言轻 但我心佼佼天地可见 职责所在不敢欺瞒盛听 望陛下明察秋毫 并以大义雷霆军断 不止含了各界才俊的心 如此说来 而一片赤胆忠心 时该家讲于你 天君百勉不卑不喜的声音在殿中响起 那人心中一喜 又谦道 陛下谬赞 微臣不过忠于指首 抱持本心 替天下有志青年发声一二 以为陛下分忧 天下才俊心来有你 定会感激不尽 这番谋话花了不少心思 想来是有同道中人了 拿几位勇士一并站出来 让大家瞻仰瞻仰 听天君语气平稳 不肆生气 方才还进入寒蝉的队列中 犹犹豫豫豫又站出几人 就这么些了 可别太谦虚 天君端起茶盏 辍颖了一口 目光从几人脸上群寻而过 在他们期待的眼神中 忽而面色一肃 上好的 但可此茶盏 匡浪一声砸到 大殿的碎精地砖上 碎成无数片 这等胡言乱语也敢放到 林霄宝殿上叫嚣 我看你是诸有猛味心 哪家师门交出你这么个 鼠点望族的玩意儿 内无贤腹兄 外无言师有 而能有成者少矣 若无师门积累 长妹扶持 你以为你是怎么得得到 若无壮士英灵累士功勋 哪能让你安然站到 此处信口雌黄 怎么 才能走就想着飞了 前脚享受了 庇护后脚就嫌弃累赘 这跟恩将仇报的白眼狼何以 而等何得何能 敢拿上不得台面的 私心与德少尊者相提并论 还望图拉着天庭上下 约尔同流何乌 一笑大方 究竟居心何在 声色俱力地斥责一声 高似一声 回荡在林霄宝殿的早景之下 连两侧的株连都速速作响 停下众人皆收敛声息 大气不敢出 谁都没有想到 一向和颜月色的天君 竟也有如此大发雷霆的时候 被斥责的几位 早已没了早先的得意模样 纷纷跪倒在地斗如筛康 少金白地腰板挺得笔直 望着正拍着桌案发火的阿黎舅舅 紧绷的五官倒略微放松了些 有人替他将话说了出来 一口闷气好歹出的大半 昨月父君说 希望他们都能浪漫无忧实的 神情晚在眼前 曾经的白滚滚仿佛回到了 幼年被父君抱在怀中 威严告诫保护好娘亲的那些时日 在父君淡淡微笑地背后 总藏着一个艰难的使命 他心中骤然涌起惆怅与愤懑 是不是有人安享成平久了 便忘记了成平背后的守护者 以为一切来得理所应当 若如此 天族的风气尾时该要整一整了 这一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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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